你原本是想封击浴室之后 在将两种浴室清洁剂混合之后 将你妹妹杀害的 卡通名侦探柯南虽然贤愤 试图使用清洁剂混合 产生毒气杀人失败 但却在日本社会中真实上演 有名妇人刻意混合两种不同清洁剂 导致丈夫吸入大量毒气 住院九天财富源 看似平常的居家清洁 其实也是暗藏危机 去除梅构可以用泰白粉 加上漂白水 在梅构上头服上加了漂白水的太白粉 静置半小时就可以去除梅构 但后续的清洁工作可得多多注意 等一下 使用到漂白水的时候 尽量避免混到酸性清洁剂 否则会产生有毒气体 漂白水内含有的次氯酸钠 碰到酸性物质会产生有毒的次鼻氯气 导致呼吸道严重损伤 准备一些小苏打粉清洁用的 然后就这样子先倒一些再出水控 像是小苏打粉可以用来除垢 但是也得避免碰到酸性清洁剂 在酸碱中和下会冒出阵阵浓烟 小苏打粉它本身是弱碱性 弱碱性的话它遇到酸的东西 会就产生酸碱中和的反应 这些冒泡对人体或许一般人没有什么大危害 可是遇到有过敏性的呼吸器官的疾病 或是有气喘的人 那就引起很不好的后果 居家清洁剂每种属性都不同 最好不要混合使用并且维持空气流通 才不会一步注意引发危机 记者程序 谢维台北报道